欢迎大家决定报名 由Academy的这个高绩效主管怎么当 我是这个课程的讲师 周世伟 有一个老板 他曾经有一番话 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审视 他说他有一个主管 虽然在公司已经有十年的经验 但是感觉上 他只有十个第一年的经验 因为好像在这十年以来 他都在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在所有的朋友们 你应该决定要不一样 因为你希望让自己 有十个不一样的一年 在自己的管理的位置上 越做越好 而这次非常荣幸 卡内基训练可以跟New Academy 有一个这样子的配合 对于所有还不认识 卡内基的朋友 很简单的跟大家来 分享一下 卡内基训练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 我们在全球 一共有109年的经验 它是在1912年成立的 而我们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个系列呢 它其实是源自于 卡内基一个非常经典的课程 那就是高绩效进人班 从一个原本是七个星期的课程 我们浓缩为八堂课 希望让所有在决定 在这个New Academy平台 学习的朋友呢 会有最大的收获 那如果说你希望 在未来的这八堂课 有非常大的收获 那你一定要做到三件事 第一个呢 我建议每次你在收听这一个 或者是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一个 让自己在一个比较舒服的环境 你可以比较专注 第二呢 你会发现到在每一段视频当中呢 会有特别为你创造一些 反思的机会 就是想想 这个问题对我现在状况 有怎么样的不一样吗 我看到我自己在管理 或领导上的一些困难 跟挑战是什么吗 那唯有你通过反思呢 你才会帮助自己 找到一些进步 或者突破的机会 当然第三最重要 每一个视频看过呢 不要觉得说 哎呦还讲得挺不错 说得真有道理 但是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的话呢 那我觉得 可能你花这个时间 跟这个资源 你的收获不会太大 我建议你呢 那就是每一段视频 你看了过后 让自己有一两天的时间 去运用 那在几天过后呢 再来看第二段视频 重复的这个方式呢 我挺有信心 这八堂课过后呢 它可能会帮助你找到一个 如果让自己 成为那个更有绩效的主管 话不多说 那可能大家很好奇就是 未来的八堂课到底要学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成为主管 已经有多久了 可能一年 可能三年 可能五年 但是可能我们大家都了解 其实领导跟管理 它其实是两件事 但是呢 在我们的工作上呢 这两者都需要平衡 你发觉到吗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比较新进的主管 可能Just Promoted 三年以下的 你会发觉到呢 你对管理的这个能力的需求更高 可能你的工作当中有百分之五十 甚至八十呢 都跟管理相关 而随着你的这个资历的延伸 当我来到了 可能已经在管理的工作超过五年 你发觉到 你需要花更多的这个精力呢 是在做领导 那我们来谈谈 其实管理跟领导 到底它有什么不一样 那卡一基认为 领导力呢 它的重点是在人 所以所谓的领导呢 就是我要如何通过我的存在 发挥影响力 来创造一个能够让同事们 都达成目标的环境 所以领导人的重点是在于 创造一个环境 让大家都非常有热忱 喜欢这里的 卡一基说 人们都会支持自己参与 并且协助创造的环境 那讲到这边呢 请所有的在线学习的朋友 你问问你自己 我有在创造一个下属们都非常喜欢的环境吗 那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创造这个环境呢 问问自己就是 我的下属相信我吗 如果说为自己做一个评估 一分到十分吧 一分就是 好像他们都不怎么相信我 真的很比较糟糕 十分就是 他们已经把生命交给我了 你觉得你的团队对你的信任有多少分 如果说你觉得下属对你的信任有六分到七分或以上 我挺有信心能够说 部门之间的这一种战斗力还是挺高的 那恭喜你 然后你发现分数相对低的话呢 让你联想一下是不是因为过去的我呢 可能没有太专注在怎么样去获得同事们对我的信任 那这一块呢 绝对是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高绩效的主管 你一定要花功夫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问问自己 我常常有给机会让我的下属参与并且是创造吗 什么叫参与并创造呢 比方说我有常常去询问他们的意见跟想法 他们会contribute怎么样去让东西更好 还是我都是一言堂 如果说你缺乏创造机会让你的下属参与并且能够创造的话呢 说实在的 我们最多maximum能够得到的就是ordinary team 你叫我做我做咯 比较不可能他你要创造一个比较externary 就是他能够把最好的他 beyond他的potential比较不可能 第三如果说 针对要创造一个大家都非常热衷的环境 那请问你的团队成员对于部门或者公司 要达到这个目标 其实大家都认同吗 或者是你有关心过他们认不认同的这一个问题吗 简单的三个问题 想一下可以写下来 这就是如果说这三个问题你都觉得说你做得很不错的话呢 那我挺有信心 在某些程度上 你有正在发展正确的领导力的这个journey 这个路途上 那我们来谈谈什么是管理 看以前说管理的重点是在定力及执行有效率的流程 它是process 它是一个方法 人们都会支持一个能够帮助他们成功的制度或者流程 怎么说呢 就是你想想看过去我还没有当主管 还没有当老板的时候 如果说你发觉到公司有一些所谓的步骤流程 SOB是能够帮助我工作更加方便 成绩更好或者是表现更好 你会不会support 一般都会 所以其实管理者的重点 有一点是要在怎么样帮助下属们排除一些障碍 只要来帮助他们知道怎么做会更加的有效果 方便 好的成绩 这就是为什么要设定流程或者SOB 如果说你发现到你的公司的规模比较是中上 好像过去都有很多的这些SOB的存在 有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的是 这些SOB的存在它是在帮助我更好 还是因为它已经行之有年了 仿佛好像跟现在的这个运作方式有点脱节了 SOB的存在或者流程的存在 它应该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工作更好 而不是给我们麻烦 所以主管们有时候我们要察觉到 以前所留下来的这些所谓的SOB跟方法 它是不是还是符合现在的这一个 我们的公司或者部门那些目标等等 所以你要问自己 第一 在我的部门里面 我的同事们都了解他自己的职务或者他的岗位的重点吗 还是大家都说有东西就做了 当然大家都不计较有什么做什么它绝对是一个好事 但是 短期内他有帮助 只要时间一长了 他一定会造成混乱 所以是主管的角色 尤其在管理这件事情上 怎么样让事情更加的清晰 有条理 谁人应该做什么事 那应该是主管 你在管理上你要帮助你的同事们理清的 就算是我们要强盗大家互相合作 互相帮忙 伸出援手 你要让伸出援手的人知道 我是在帮对方 而被帮的人他也应该知道 谢谢你在帮助我 这原本是我的工作 只有当大家的职位更加的清晰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到 你在管理上它的运作的效率一定会更好 那接下来到第二个问题了 我在我的工作上 在管理的这个理念上 我没有常常去思考 要怎么样去完善 或者是改善既有的步骤或者流程 如果说 我现在问你在管理的这个岗位上 有没有哪一个流程或者步骤是 你很想要改善的 如果说我是在那些 我是在support role 可能我是finance manager admin manager sales manager 现在在你的部门当中 有没有哪一个流程 哪一些步骤 它好像不清晰 从来没有步骤 从来没有sob 还是 我这事好像五年前都有定下来 我没有去review过 有吗 把它写下来 一个最多两个 在等下这段视频结束过后呢 希望你可以用最少半小时的时间 好好地去看看到底 要怎么样的一个改善的方式 强化的方式 可能会帮助到我的下属们工作更顺利 它会减少更多的污秽 也会让它更加的简单容易地完成工作 那你想的第二个问题 那来到第三个问题了 就是你的下属 有没有机会 或者他有没有一个空间 是他可以提出一些加强 或者改善这些流程的机会 可能有些主管会说 有啊 思维 我常常地问他们 有什么要讲吗 他们都静静不说话 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呢 我说正常 所以为什么你是主管 他们还不是吗 那关键是在于 我们不能够因为一次没有人讲过呢 就从此会把他们标签化回 他是没有意见 管理者的责任是 我要不断地去创造这个空间 让大家有这个机会 跟这个空间提出来 什么时候是好时机呢 当他们重心很back check的时候 他怎么这样的 诶 如果说他希望要减少这种 必策的感觉 那他在做的人 哪一个部分要加强 哪一个部分要减少 是什么让他麻烦 这是一个很好机会啊 所以主管在管理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到 这些都是一些非常难得的空间 让你的下属们去思考 他可以怎么样参与改善部分的流程 或者是这些步骤 Max Dupriot 其中一个美国的一个创业家 也是一个著名的领导 领导学的这一个学者 他说 流程跟制度呢 需要管理 而人呢 需要领导 如果说我想在 在我的职业上 吹那个更加 有绩效的领导者 那你一定要知道 我要怎么样做好 流程跟制度的管理 怎么样发挥影响力 去领导别人 谢谢大家这个视频的收看 记得不要看第二集先 反思做着准备 那下一段再跟大家来聊聊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